你觉得如果回套逼回应服务这只股份又是否值得吸纳呢? 始终它是龙头,前景又吸引 但又是刚才你说的,接近历史高位,股值也是比较高的 你觉得除了我们可以预留一部分资金去尋补游戏之外 逼回应这只股份,你觉得第一是否值得吸纳 第二,如果真的想买,回落到什么水平会比较安全呢? 其实回落未必有一个很深度的调整 因为已经染蓝了,6月7日正式成为成分股 换句话来说,可能这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一些恒指做基准的基金 这些公司都会逐步吸纳迫伏 去调控他们基金的组合 所以一个被动买入时,对于迫伏的股价 傾向上有支持,不排除因为这个因素 所以他选择在这个时间配股 如果参考5月中,股价曾经差不多 低位落到接近72元的位置 现在是78元的时候 如果真的调整的话,可能是6-8% 如果看好前景发展的时候 可以看有没有机会在74元或以下考虑吸纳 正如我刚才说的,如果股价有爆发性的上升 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性就可能到第三季尾才有 所以在入市的时候,可能可以分转买入 或者现在入市就要有耐性收一收 好, come 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